今天呢 就是年初三 那在這裏呢 DJ哥呢 再一次跟大家拜年 香港人拜年呢 年輕的那些 未結婚啊 那些呢 見到那些結婚的 當然是第一句恭喜發財 然後就有利是到來啦 但是現實的 當然不會這麼說啦 這麼老套嗎 像這麼人拿利是 但是以前那個年代呢 就真的會的 哈 又說以前 以前呢 我小時候呢 就整天呢 都會切鏟的 所以呢 我的切鏟的技巧呢 就是這樣學回來的 不要以為看下 切鏟很簡單啊 切一個鏟 開了之後 它是可以一卡一卡 沒有戒爛的 沒有漏汁的 真是不容易的 那這些技巧在哪裏學回來啊 那當然是在 別人那裏學回來啦 哈 講起初三 本來呢 都想開個直播 為什麼呢 初三尺口嘛 吵架的時間來的嘛 唉 不過就算啦 唉 有什麼好吵啊 初三啊 大家呢 都不會去拜年的 不拜年的 不拜年的 做什麼呀 要不就躲在家裡看電視咯 或者去逛下山 這樣 那我們選擇 選擇 當然要躲在家裡看電視咯 逛下山 經常都可以逛下山的 唉 橙就切好了 那呢 先做好一點 拍片的嘛 拍片當然是做好一點啦 那但是呢 近日呢 我呢 就整天呢 開始呢 不戴帽啊 不戴帽啊 為什麼呢 因為有個新形象嘛 新形象就不用戴帽了 啊 遲些呢 會有更新的形象 啊 出現在這個 我們的Youtube頻道裡面 那經常說 上當年上當年 那 人當然是這樣的啦 當然是說以前啦 以前那些威水東西啊 或者是魚東西啊 衰東西這樣啦 那有時候都會說一下未來的 未來是怎樣 又沒有人知道的啊 說一下就算啦 那新年 有什麼願望 新年的願望啊 其實我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願望的啊 每天的願望就是什麼 哇 生活 開心啦 有時候又想精彩啦 有時候又想不精彩的啊 那 那 看看先 做得漂亮不漂亮 多漂亮啊 是不是 拍完這個在這裡 有個造型的啊 食物就是這樣的了 你做得漂亮的 那 就特別呢 有食慾的 特別呢 想吃的 那 大家 表演多一次 怎麼開鏟 今天這個鏟是很大的 笑死人 整個手這麼大的 那 有時候 尤其是我們現在做YouTuber 旁邊的人說什麼 不用理他的 笑死人 有些人說的 唉 你喜歡就聽兩句咯 不喜歡 你就當他發阿瘋咯 有時候的啊 夫婦知道啊 就是這樣的啦 嘩 你句句都這麼認真啊 天天都赤口啊 天天都搓衣 天天都開箭都像啊 我想那些人 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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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切法啊 就是以前啊 有沒有聽過啊 說那些人切蘋果皮啊 如果你可以一刀過呢 不斷 那你是會帶來好運的 那但是如果你一刀過呢 斷了的呢 又不會說不好運的 啊 不要只給別人老點 啊 沒有開直播 那就在那裡吹一下水啦 哎呀 為什麼近來 拍片拍少了啊 是啊 拍片拍少了 為什麼啊 好像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覺得啊 懶啊 有時候沒有什麼動力啦 有時候又不想動啦 有時候又覺得 哎呀拍片 沒有啦 跟之前 兩年前 一年前 三年前 全都不同了 全都變了 現在的東西 有時候拍片 為什麼呢 都是為了分享一下 自己的生活 分享一下 自己覺得開心的東西 但是現在的世界不同啊 很多人呢 我發覺啊 很多人呢 他們呢 生活在陰暗面裡面 什麼東西都不開心的 啊 什麼東西都說 不行不行不行的 哎呀 怎麼搞啊 啊 啊 不是說初三流流 就是在這裡說這些東西 事實是這樣啊 我說那個人啊 喜歡啊 毒斷毒癢 有些人說我毒斷毒癢 其實呢 我說喜歡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哇 怎麼樣 是不是做得好漂亮啊 切開 好差啊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很差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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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切完出來可以 把橙做出來的 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 嗯 你看看 這樣 哇 那個橙很甜啊 吃橙當然是吃甜橙好啦 難道吃酸橙嗎 但有些人喜歡吃酸橙 有些人喜歡吃酸橙 有些人不喜歡吃甜橙 你買個甜的給他罵你的 對呀 罵你吃橙的吃酸的 你是不是吃甜的 真的好吃 真的有 騙你的 好啦 橙我就切完了 下一段影片切什麼好 切蘋果好嗎 下一段影片 今天切橙就切到這個位置 希望大家新年切橙進步 人人有橙吃 家家有橙吃 不斷吃橙 喜歡甜橙的吃甜橙 喜歡酸橙就吃酸橙 你又不要這麼老套 又什麼吃橙就吃橙 你吃橙啦 你一說我就知道你說什麼 老老套套 你叫人家吃橙 有些人真的很老套 什麼慘 什麼寓意 什麼法法就是法 死就是時 沒有那麼多的東西 自己喜歡吃橙就吃橙 好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也 好 拜拜 下一集 我們就看看 找不找兩個蘋果來切一下 拜拜 拜拜 吃橙是有個竅門的 切橙當然容易 一刀兩刀三刀就切開 大家沒那麼好吃的 吃橙一定是要什麼 有一個充滿愛心的爸爸 慢慢慢慢一刀一刀這樣切 切開它撕掉皮 剩下一些肉 一刀一刀這樣吃 這樣才是完完整整 最美味的一個橙 來